那很多的家長或者是長主就會問 那我之前都已經打好、打滿各種疫苗了 我為什麼還要加打這樣的疫苗 這樣的疫苗呢 跟其他疫苗有什麼不同 那除了我們老年人之外呢 是不是一些小孩或是一般民眾 都可以追加呢 陳醫師 是的 我們在這裡跟大家提出呼籲 那為什麼我們在過去的時候 特別針對這個老年人 65歲以上 或是有其他的這些慢性病的這些民眾 那還有所謂的一個比較幼小的這些小朋友 特別希望他們必須要施打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本身的其實免疫力抵抗力比較差 那尤其是這樣的族群 其實併發所謂的一個併發症 那甚至就是有可能要住院 這樣的機會比較大 那所以我們一再是呼籲要打疫苗的原因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其實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在過去打疫苗 不代表你現在身體的一個綜合抗體是足夠的 那尤其是變異族不斷出現的情形之下呢 那我們如果不再施打你的疫苗 不再施打疫苗的話 你的綜合抗體不足 那實際上是沒有保護力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希望 那大家其實在這個 尤其在9月開始施打之後呢 那尤其是這些老年人高風險族群 更應該做施打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進一步要問陳醫師呢 就是目前9月26號 開放公費SBB新冠疫苗開放之後 我們現在的施打的狀況又是如何 是的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圖上可以顯示出來 那在過去其實幾個禮拜 那的確有一點點波動 那不過在上一週 上一週其實打施打大概有4萬3千劑 那相對於前兩週 其實是有比較提高一點點 那總體來講其實還是不到60萬 不到60萬 那尤其是在整個一個所謂的施打率的部分 才只有2.53% 2.53% 還蠻低的 對蠻低的 相對於我們其實前一波 今年年初的時候 那個BA點4.5的時候 大概只有24-25% 那老年族群更多 那現在其實整體是2.53% 可是老年族群其實目前才只有突破8% 所以整個來講其實施打率其實是偏低的 好 那我們已經開放施打 這個施打率相當低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拿健康開玩笑 盡快的找時間來施打 那另外我們還想知道 因為就算你不施打的話呢 你重複的感染 還有可能會出現所謂的長新冠 而且這不舒服的狀況 非常非常長對不對 佩勳 你確診之後的輕症 不代表不會有長新冠 因為我自己來分享一個我自己真的 自己真實的案例 你知道我那時候我真的確診之後 我是輕症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症狀 我之後打噴嚏流鼻水 其實就像過敏一樣 所以我甚至一開始是沒有任何察覺 可是你知道最困擾的 不是我確診的那個症狀 困擾我是我長達半年的後遺症 我的後遺症有哪一些呢 我有腦霧 失眠 光這兩個 失眠這件 睡不著這件事真的夠痛苦了吧 腦霧會怎樣 我腦霧嚴重到 我 比如說我要刷牙 好 我要刷牙 我告訴我大腦說好 我要刷牙囉 我擠牙膏喔 然後我要刷牙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擠牙膏這個動作我就會做錯 我就會擠成洗面乳 然後就刷牙 再重複來一次 再來一次 擠牙膏 刷牙對不對 我又做錯 你知道我這個困擾 長達半年 你知道我真的多痛苦 真的痛苦 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常常連那個身邊的可能同事 我們在一起工作這麼多年 我看著他我叫不出他的名字 我那時候就覺得一度懷疑我是不是失智症 你知道嗎 後來真的透過一些中醫的療法 還有一些營養品的輔助 慢慢的去做調理 他把這個長新冠的這個症狀 把它就是把它減緩 但我跟你說 現在上面列了長新冠的九大症狀 這太客氣了 太客氣了 加種大概五十多種以上嘛 每個人其實都不一樣 那再來全台因為 長新冠的這個受困擾的人 大概有三百多萬人 這麼多人 這樣子因為他的症狀呢 就是真的太多太龐雜了 就沒有辦法一一講述 不過真的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說真的你有長新冠 有一些營養補充 譬如說魚油啊 薑黃 維生素D 再來B群 鎂或是益生菌 它可以稍微有幫助 但是根本知道是什麼 根本知道你根本不要確診 你不要確診就不會有長新冠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現在真的 內憂外患病毒株變異的情況下 真的我們能夠增強抵抗力 真的就要去做 這才是最好的自保之道 對啊 保護力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保護力的話呢 你一旦陷入的這種 長新冠的一個狀況呢 是非常痛苦 就像佩馨說的 它幾乎腦污 甚至是還有很多 莫名其妙的狀況都出現了 所以呢這種防疫 如果做得不夠完善的話呢 就像欠債一樣啦 你可能還是得還 你有可能還是會確診 尤其像那些確診 就算康復之後 這種長新冠的症狀常常會出現 那真正一般人 會出現長新冠的狀況 會是什麼呢 陳醫師 其實根據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定義 它叫321 就是說你在得了這個 所謂的一個COVID之後 三個月內發生 那症狀持續兩個月 那一年之內其實已經排除其他的診斷 那有一些症狀其實就是剛剛其實我們看到了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那也很難去做一個解釋 那的確因為它影響這麼大 所以最好就是不要得嘛 那你要避免長新冠就是不要得到這個新冠 所以在這裡面還是回到剛剛提到的 其實應該還是要施打疫苗 是就像醫生一再提醒 施打疫苗的重要性 現在已經開放 大家要多多的利用 那另外呢 就是尤其針對65歲以上長者 為什麼65歲長者 要特別需要施打呢 要特別有保護力 最主要就是因為呢 他們得到了新冠肺炎之後 大概有八成 會有重症 或者是死亡 是嗎 菲勳 是的 其實現在WHO WHO其實有修正它的疫苗接種建議 第一個就是你65歲以上 再來是如果說 你有慢性疾病 在共病症的人一定要去施打 或者是你是免疫力比較低下的人 真的非常健 一定要去施打我們的疫苗 那剛剛其實前面有提到說 台灣為什麼在新冠的死亡率 它可以這麼的高 比我們鄰近國家 日本 韓國 新加坡還高 幾乎是冠軍了 那主要的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我們的疫苗施打率 尤其是長者疫苗的覆蓋率 所以呢 真的要提醒大家 我們新冠肺炎其實並沒有不見 所以我們現在被迫 我們一定要跟它共存 那共存你要如何去做到呢 其實我們的經驗都已經 非常的明確 第一個勤洗手戴口罩 再來就是打疫苗嘛 對 所以 再來所以一定要非常建議 長者 一定要去施打疫苗 那這邊很多長者會想說 我打疫苗會不會不舒服啊 我會不會怎麼樣啊 打疫苗當然它 它不是防止你不要確診 而是要防止你重症 防止你增加死亡的機率 那我要分享喔 像有一個藝人朋友 王滿嬌阿姨喔 他非常 他80歲了 很有活力喔 他很乖 那政府說要打疫苗 他就去排隊打疫苗 然後他打完 他說我也沒有什麼不舒服啊 我一樣照常去拍戲啊 而且他有一次他確診 他不知道他沒有任何症狀 是禁劇組要篩檢 他發現哇 他好像真的確診了 但是呢他就想說 哇那打疫苗 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他完全沒有身邊講說什麼 我腰痠背痛 躺在家裡 行動不得 他還是很有活力 一樣還禁劇組 反而就是他在家裡 乖乖調養 就這樣子調養之後呢 一樣很快 又禁劇組排戲了 所以經過那一次之後 他真的跟身邊的朋友 大力推廣說 真的我們要打疫苗 不要怕 因為這個 真的是讓我們 可以不要有重症 其實這真的老年人 真的是怕重症 還有一些併發症的問題 所以這邊還是真的要呼籲大家 記得要多施打疫苗 好醫生我們剛才知道呢 9月16號呢 已經開放了公費 SBB疫苗施打嘛 那您可以跟我們講 它的真正的防護力 有哪些 包括哪些範圍 那另外除了9月16號 已經開放這樣的疫苗之外 其實像是10月份也開放了 流感疫苗 還有肺炎 煉球具的疫苗 這三者打呢 是不是有順序上的問題 好的 我們先就這個 最近所謂的一個EG.5 那有人說 我是不是在年初的時候 已經打過 點4.5 就會有保護力 那在這裡跟大家再強調一下 其實點4.5 它對於這個 EG.5它的保護力是不足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特別強調 是在這個 我們這個下半年 尤其9月開始 開打了這個 這個XBB 這個公費的一個新冠疫苗 必須要施打 因為它其實涵蓋所有這些 OMICRON 這些變異株 這個XBB的這個家族 也包含這個EG.5 那必須要施打這個新的這個疫苗 才會有保護力 那剛剛其實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說 那目前 目前疾管署其實有提供幾個 所謂的一個疫苗嘛 尤其是65歲以上 它除了流感之外 它還有新冠 然後另外還有所謂的一個肺炎鏈球菌 那大概應該怎麼樣施打 那基本上來講 其實只要 只要其實有這樣的一個提供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大家要做施打 那可不可以同一天施打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是可以的 那只是在這裡面也跟大家 其實特別強調幾個點 那第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當天可以施打 那可以兩個手臂做施打 那或者是說 你其實打在同一個手臂 可是距離它下針的點 大概有2.5公分的一個距離 所以這樣狀況底下是可以同時施打 那民眾就會說 那我如果打了一針 跟打了兩針 跟打三針 我搞不清楚 我如果說到最後 我發生有一些副作用 那我要怎麼樣做釐清 所以這裡面我們其實也會 根據這樣的情況 那跟民眾溝通 如果您住家的一個位置 那跟所謂施打的這些院所 不會太遠的話 那你也可以改天再去做施打 那也就是說不管是流感 那或者是新冠 或者是肺炎鏈球菌 其實您可以依照您的狀況 而且目前其實我們也了解 那目前的流感疫苗 其實相當的安全 那最近的其實施打這個 XVV的這個 這個新冠的疫苗 那基本上來講 它也是這樣相當溫和 比之前大家比較擔心 其實已經減少減少很多的 這些所謂的不良反應的一個通報 是好 謝謝陳醫師 邀請您一起加入 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 真 醬